大家好,歡迎參加今天的網上研討會。 今天的主題是 A Game Changing Construction Method MIC Adoption at InnoCell Hat Harn and Panese Bay Quarantine Facilities 主要講述是InnoCell,八鄉, 和竹高灣隔離設施的組裝合成建築法。 InnoCell是香港第一座由組裝合成, 即向MIC所建成的大樓, 是建造業的一大突破。 17層高的大樓由418件的MIC組件組成, 而整個裝嵌過程只用了71天, 一層大約有30個組件, 最快紀錄是兩天就可以完成一層。 而項目同時用了很多創新的科技, 例如VR、AR、無人機、GIS、3D打印、 4D、5D的BIM、機械人和IoT等等。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今天分享會的主持人, 我現在是建築信息模擬學會的執行委員 和培訓總監, 主要負責學會培訓相關事務。 提醒大家, 我們有一個CPD Attendance System 如果你是HKiBIM的會員, 只要你是出席了整個CPD, 就可以免費獲得我們的CPD證書。 記得要掃描這個QR Code, 在Webinar開始和結束的時候, 都登入這個系統, 那之後輸入之前大家在電郵收到的Ticket Number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怕不及這個QR Code, 也不需要擔心的, 我們會在checkbox那裏, 不斷會發一條link給大家, 那你也可以做這個attendance的。 那現在等大家做一做這個attendance先。 好,事不宜遲, 介紹一下香港建築信息模型學會 2021至2023年度的主席王世財先生。 Kavin擁有土木工程背景, 也在建築信息模型擁有超過20年的經驗, 他現在是一間建築信息模型軟件公司的董事, 在2020年他榮獲建築業議會頒受Bimmer 2020, 而加上Kavin在建築信息模型行業的貢獻。 之後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Michelle Lui, Michelle在香港理工大學修讀建築工程及管理學位, 在2012年畢業之後加入了協卿建築做management trainee, 之後參與了不少重要的項目, 例如變電站,氣曲中心,西九文化區, 還有甲級寫自由和一些大型的住宅項目等等。 Michelle之後成為了多個MIC項目的項目經理, 例如Innocell,百香和足高灣,隔離設施等等。 他目前已經有興建過超過1400個MIC組件, 所以他擁有豐富的MIC項目經驗。 現在有請王世財先生致歡迎此。 謝謝王世財先生致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我們第九次的CB seminar, 也很高興也榮幸請到Michelle, 今天是和協卿做一個分享的, 多謝你。 大家好,我是今屆的Chairman, HKIBIMChairman, 也介紹一下新的朋友加入我們, 我們都很歡迎新的, 未必是我們Member的一些Beamers, 或者想知道哪些朋友去參與。 我們這個Society其實2009年成立, 當時我們又不為一個很有心的Beamers去組織, Felix,Roland,David,Francis, 其實當時可能人比較少些, 可能只有幾十人而已,29人。 到今天我們已經發展到有1200人, 由上年開始到今天的統計, 我們單一年已經增長了20%的人數, 所以你看到今年的BIM現代的需求, 是exponential的增加。 我們有四位Honorable Dallas, 有一位Architect, Eda Fung, Dr.Coret Wong, Thomas Ho, 和Saria KK Chan。 OK,我們的人數其實都一直增長, 我們有幾個Membership的Class, 包括有一個Associated Member, 有大概五百多位的朋友, 有一個Professional Member, 現在已經去到440多以上了, Graduate Member和Student Member。 我們都有Award的, 剛剛我們那個Award, 就是上星期7號已經舉行了。 你可以去Facebook看我們更多動態, 我們HKIBM的Facebook, 很容易記, 即是facebook.com slash hkibim, 也是我們YouTube Channel, 其實我們這一年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讓大家在BIM方面分享多一點, 當中也都包括有一些, 可以說回如果你做Assessment, 或者你甚至考不同的事情, 都有一些Tips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關於BIM的事情, 或者甚至這個行業, 對於大家什麼的幫助方面, 都可以去看回我們的影片, 好嗎? 那麼我們有剛才說過, 我們是Associated Member, 和宋會員, 也都有個Professional Member, 各個字角有不同的location, 可以參考我們的Web site, 也都有歡迎學生, 學生和畢業的朋友, 那其實呢, 都給大家知道, 其實今天我們都是一個CBD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本身是會員, CBD cert是免費的, 那如果你第一次參與, 但是你未必是Join的時候, 你都可以給一個少許的費用, 去拿回CBD cert, 所以up to you, 所以我們都很推薦大家, 如果你想聽多些我們的CBD, 也都可以去參加, 做我們的student或graduate member, 那另外, 我們學會也是國際性的, 其實就不止香港, 我們跟很多不同的地方, 組織, 政府去聯繫, 那以往都有一些不同的國家, 會來香港跟我們交流, 那接下來呢, 其實都有很多大型的展覽, 都可以我們做不同的學會合作, 有個presentation, 那我也講過, 其實18、19年, 甚至上年, 2021, 我們都有做一個award, 那當時我們2020的award, 就是第一屆, 然後到剛剛我們上個星期很開心, 我們去2021這一屆, 其實我們很榮幸地請到火局局長, 何敏儀女士, 泰明紳士, 那他們就來我們的award, 也都玩得很開心, 大家都打成一片, 也都因為, 他看到我們這個行業發展得很快, 他會很支持, 我們這個hkibm的行會所做的工作, 那另外呢, 就是CBD, 就像今天一樣, 我們持續發展, 那還有呢, 我本人和我們的blog member, 都會做很多不同的行會, 就是professional的行會, 做些award, 比如HKIE, ICE, 這些不同的專業學會, 都有不同的blog over, 那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各自, 各不同discipline的學會, 都會繼續合作的, 那我們學會, 也都和另外兩個學會, HKGISA和HKICBIM, 組成了一個聯盟, 叫做Hong Kong Abayment, 那這個學會, 其實香港是一個open beam international, 就是building spot international, 學會的香港分會來的, 那所以也都是推動著open beam, 這一樣東西, 也都和政府緊密合作, 我們做很多國際性的, 一些promotion, 還有幫助的, 我們的學會有13位blog member, 包括我自己, Kevin, 那另外, 和vice chairman, Engineer Dr. George Wong, Hornery treasurer, Dr. Jack Jang, 然後secretary, 就是我們quan team, 還有head of membership, Benny Liu, head of training, 那Engineer, Horanita, 今天我們的moderator, 也都是head of event marketing, Simon Ng, 也是head of technical, Ken Maud, 還有head of conduct, 我們上一屆的會長, Engineer Francis Ng, 還有我四位的blog member, Monica Nidlau, Blocky Wong, Tecelot, 和Marcin Coslow, 那我們其實做和發展局, 有很多聯繫, 我們去年11月, 開了一個會, 有一個交流, 他都給了幾個方向我們, 推進beam的專業資格和地位, 希望繼續和CBM, CBC有緊密的聯繫, 也都推進beam, 去給普羅大眾的, 也都是Openbeam, 是香港的應用,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 例如Lens Department, 或者各方, 不同的Local Works Department, 其實都在進行Openbeam, 所以就肯定了我們的工作, 我們第二件事, 就是普羅大眾的認識, 我們特地為了這件事, 作了一首歌, 這首歌, 我們上個星期, 第一次直播, 反應都非常熱烈, 其實都是我們的blog member, 包括Owen今天, 他都有一份彈結他, 都有他們不同的會員, 去唱, 作詞的, 用了18個月的時間, 所以都很落力, 又說我們一起唱, 也都有兩位很資深的, 唱歌手, 鍾玉璇和李健, 負責唱的, 所以都非常好的, 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加上我們會員的參與, 就會做了一個正式的播放, 到時再播給大家知道, 我們留意我們的youtube和我們的web site, 第一次的seminar, 我們在7月6日上年, 有請到CIC的代表, Ron Ng, 另外就是Command Data Environment CDE, Dr.Novelland, 那就是Novelland Partner的專家, 另外我們也請到機場的同事, Beamers, 來幫我們講一些大項目的製作, 還有DFMA, 也有請到Wingsan, Sociate Consulting Engineer, 本地的consulting engineer, 他有BIM的方式去做設計, 還有請到一些Vender, 就是Autodesk, Wakey, 還有Carol, 過來講一些什麼新的方法, 什麼新的solution, 也有本地的Vender, 另一間Vender, 就是Florida, 他也講過DFMA,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專門講NEC和ICE的examination, 也很榮幸請到他, 就是講關於VMNEC4, 就是怎樣做法, 上一次也請到Engineer, Andrew Krang, 就是講Project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CBD, 是比較全面和broad的, 那今天也很棒, 很榮幸, 因為請到Michelle, 她本身今天講過頭題, 非常有趣, 那是講MIC, 在不同的, 就是我們近來, 近一兩年疫情, 有很多這麼快, 這麼完善的vacility, 原來在一瞬間, 就已經可以起到出來, 當中有什麼的巧妙, 還有什麼的科技, 還有他們本身怎樣去合作, 而去實現到這件事, 都很appreciate他們的工作, 幫助香港走過這個疫情, 很感謝他們, 希望藉著今天, 讓他們講一講, 裡面有關於BIN方面, 讓大家分享一下, 事不宜遲, 多謝大家, 我把時間交給Owen和Michelle, 謝謝 大家好,我是Michelle, 不如我先分享畫面, 大家看到清晰畫面嗎? 很清晰, 好,聲音可以,畫面可以, 我就開始了, 剛才很感謝Chairman, 還有Kevin和Owen的介紹, 我叫Michelle Lui, 來自協卿建築的, 其實我本身之前是項目經理, 最近我轉了一個職位, 就是商業發展的管理, 其實今天主要就是講MIC, 其實呼應為何會講這件事呢? 其實很榮幸我們2020年和2021年, 連續兩年都獲得HKIBIM的獲得, 有金獎和銀獎, 其實這兩個項目都是用MIC去興建的, 亦都是用來責任的, 其實今天我主力會講多些InnoCell, 因為它始終是比較重要的, 是香港第一單, HIGH RISE MIC 項目完成, 以及開始也是的, 剛才提到, 其實在2020年, 就是剛剛在香港爆發第四波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團隊同時間也興建在元朗八鄉的QCAM, 跟著年尾就在竹高灣, 都建一個更大型的QCAM, 事不宜遲, 其實第一個問題, 通常大家都會問, 為何要用MIC呢? 其實答案都很顯然易見的, 其實香港我們一向建造業, 都有不夠技術工作人員的問題, 還有工作人員都老化的問題, 其實我現在在展示這個建築, 從這個發展局, 其實已經幾年前, 就看到我們的技術工作人員, 平均都超過五十多歲, 那它的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在下面這裡提到, 就是我們整個建築成本, 是會很高昂, 還有我們的生產力, 就下降了, 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建築方法, 我想行業這裡有很多前輩, 同行在這裡, 都看到其實就是很傳統的, 釘板紮鐵落石屎, 看到其實整個循環是很能力的, 很需要人力去完成, 第二點就是我們很容易受到一個天雨, 很熱或者下雨, 或者很冷去影響,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有人也會問, 那為什麼要MIC, 其實不是prefab呢? 其實都一樣的, 其實prefab在我們香港建築業,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歷史, 我想都超過二十年的, 但是這張圖, 從CIC、MIC的網路, 大家都看到, 藍色這個就是prefab, 即是preclass, 或者prefab, 它主要都是單面的結構, 它都有描述到的, 即是其實呢, 你需要將這些單面的預製件去配合, 其實都要用很多, 譬如我們俗稱的wack joint, 等等去wack fix, 仍然它的完成度都還沒那麼高, 但是我們講的MIC, 其實你看到就是一個雙體, 一個立方體, 它完成度就會更高, 也是一個freestanding的, 一個integrated的模式, 你看到呢, 譬如窗啊, 裡面的傢俬, 一些fixed furniture, 盡量可以off-site做的, 我們都會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最大的關鍵, 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們自己公司都有做過一些 內地的研究, 我們過往公司五十多年的歷史裡面, 做過很多不同的項目, 都有用到單面的預製件, 一些semi完成, 尤其是在公屋的項目裡面, 會有一些叫做pholometric kitchen, 或者bathroom這些半完成的, 我們俗稱MIC的前身, 到達到它真的整個, 剛才我講到, 完成度超高的MIC, 那個man power saving, 可以見到其實是很不同的, 一路升幅得很高的, 好了, MIC 是不是新的呢? 其實都不是的, 那大概我想, 在外國, 都有, 說的是十多年的歷史, 其實絕對不需要擔心, 是否沒有人做過, 我們現在第一次去做, 究竟可不可靠等等的, 那這裡我都花一點時間, 介紹一下其實, MIC 項目overseas, 有些什麼其他signature 項目, 譬如說, 在新加坡, 有些機場,crown class, 酒店, 酒店, 是用MIC, 在澳洲也有, Ebis 也是一個比較出名的, 就是中低價的一個酒店, 很經濟實惠, 有些像holiday inn那些, 那也是用著Steel 的MIC 去建造, 那在同樣新加坡, 還有另外就是倫敦, 英國, 那也都有一些hybrid 的模特兒, 或者concrete 的模特兒, 去做到這個, 住宅的項目的, 那你見到呢, 其實他們說的樓高, 就差不多over 40 層樓的, 那現在呢, 在英國也都在建造一個, 叫做全球最高的MIC 項目, 那這個都是通常FAQ 人們會問的, 啊,究竟, 他建造最高是多少呢, 那其實呢, 在技術方面, 應該是可以, 即是structurally, 計算, 他consultant 計算到是多少, 其實可以一路做上去的, 那當然在香港呢, 暫時, 已完成最高的那個, 就是有因會介紹我的InnoCell這個項目的, 那17層樓, 詳細再講的, 那另外一個很significant 的MIC 應用, 必須要提到, 就是我們國內, 在我們香港第五波爆發, 即是說的是真是, 對不起, 是第四波爆發, 就是剛剛國內第一次爆發的時候, 爆得很厲害的時候, 其實他用了很短的時間, 說的是十天呢, 就建了這個火神山醫院, 超過100張病床, 用1800個MIC 去組成的, 那你見到它是, 就是整個地區的, 延長很大, 亦都很迅速, 亦都有負壓房, 是很厲害的, 剛才也提到, 其實在香港呢, 一直都有用一個預製件的一個歷史, 從單面, 到立體等等, 尤其是在公屋方面, 那其實最近呢, MIC 的應用呢, 亦都用在其他不同的範疇, 譬如說, 有些臨時的facility, 好像這個在天水圍的臨時街市, 右手面就是這個彩虹, 紅橙和青藍子, 超過900石MIC, 就是我們血拼建築興建的隔離中心, 在這個築高灣, 那另外呢, 亦都有一些過渡性房屋, 左手面這個呢, 同樣都是我們公司的項目, 就是在元朗的童心村, 超過2000隻MIC, 那最後就是當然, 不得不提的high rise項目, 左手邊就是Innocell, 右手邊又是另一個政府的宿舍, 好, 那說回今天的正題, Innocell, 其實它是位於香港大部科學院的, Science Park就是我們的Client, 我們協卿建築就是我們總成建商, 其實它呢, 在原區的區頭, 就是在這個位置, 入原區的entrance的位置的, 那其實可能大家都會問, 啊, 那麼奇怪的, 就是科學院不是搞創科的東西嗎? 還有可能大家呢, 通常呢, 如果你去踩單車呢, 就會經過科學院, 通常這裡都是一個補給, 去一去洗手間, 買點東西, 去填粉, 休息一下的位置, 那又有一些很chill的餐廳在附近, 那你都會見到呢, 它最signature building, 當然就是那隻金蛋, 另外呢, 其實整個原區呢, 都是一些lab, 或者office來的,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有一個, 住宅, 或者我叫宿舍, 或者一個半hotel的項目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那麼科學院呢, 即我們的Client, 其實在早幾年之前, 他就做了一些 survey, 就問呢, 究竟, 啊, 有什麼不妨礙創風人才呢, 來到香港呢, 去做事的, 那其實那個答案, 我想大家都一點都不驚訝的, 就是他第一個回覆呢, 就是說, 香港樓價很高, 甚至呢, 我租都需要很昂貴的金錢, 那所以呢, 科學院呢, 就問政府拿了一筆分析, 就是, 因為科學院是 semi-governmental 的 一個organization, 都是 funded by 政府的, 那我問他呢, 就批了一筆款項呢, 就是建這個, 好像人才公寓的東西啦, 目的呢,就是這四點啦, 就是其實就是 吸引一些才能來香港, 搞創科, 那整個設計劃都很特別的, 很著重co-working, co-living, 等等的一些概念, 那麼呢, 這個就是園區, 後面我所提到的, 很多office, 很多lab, 這個就是InnoSat, 就是在園區區頭, 那如果下次你們踩單車啊, 或者是暴露港, 你們坐巴士啊, 經過這裡, 你都會見到這個建築, 零號標準在園區區頭, 亦都是暫時整個園區呢, 最高的那個, 那個建築, 那因為這裡都有些, 高階限制, 就不可以遮住那些三隻線啦, 後面就是中大那邊, 那邊, 那剛剛也提到的, 其實這個項目呢, 就是香港第一單, 在BD, 拿到這個IPA, 我們叫做Pre-Assetants, Approval, GDP, 和Draining, 即是兩邊結構, 和建築的項目, 那項目呢, 就十七層樓高, 超過四百十八隻MIC, 大概四百間房, 其實就在2019年的年尾八月份開始, 其實很迅速, 就已經完成了整個項目, 我們小興建築, 由這個BASEMENT, POWCAP開始, 上大樓, 到FSOP3, 交付給業主, 都是在說十四個月, 那給我們傳統的項目, 我們計算過, 用傳統的方式, 去建築這個建築, 是快40%的, 那回帶回到2019年, 其實我們大概四月份, 就Early Award, 知道這個建築, 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去建築的, 那時候在五月份, 因為這個項目的獨特性, 其實前特首林鄭女士, 以及很多不同的官員, 都來到我們的禮拜祭祭祀, 那當時呢, 其實, 如果你搜尋在網上搜尋MIC, InnoCell, 或者它的中文名, 叫做創新斗塞, 你會找到很多新聞, 去介紹當時的開幕典禮, 其實我們做了另外一樣, 幾突破性的動作, 就是一般, 住宅樓, 大家都知道, 炒業樓的玩法就是, 起到藥乾的流程, 就開始做賣樓廠, 即是我們俗稱的, Sales Flat, 就去給未來買樓的人去看的, 那其實呢, 通常呢, 你買樓的時候呢, 就未看到實物的, 即是, 其實是一些標誌來的, 那我們就反過來, 我們這個項目呢, 在根本都未開始進場之前呢, 就已經做了, 你看到呢, 有幾款不同的MIC, 放在金蛋下面, Sales金蛋下面, 有不同的外面的設計, 其實呢, 它是Fasada Design, Internal一樣都是, 有不同的單人房的外面設計, 那其實呢, 就是給園區的那些, 真正做事的才能, 就在那裏做投票, 做投票, 亦都呢, 讓我們知道, 究竟, 譬如單人房, 受歡迎一些, 怎樣擺位, 他覺得是適合一些, 還是商人房, 還是家庭房, 那才從而呢, 再去, 移動我們整個, FatMix的Ratio是多少, 就是, 反過來做了, 好了, 那這張呢, 就是一個, 基本的Fall Layout, 那你見到呢, 中間呢, 灰色部分呢, 其實呢, 是我們一個, 核心桶, 整個環境的一個地方, 我們是用In-situ, 就是傳統石市的興建方法的, 而黃色部分呢, 就是MIC部分, 那這些呢, 中間呢, 就沒有一些樓層, 就是它完全不是, 建一層樓, 就是樓板, 擺一個MIC Box, 不是這樣的, 這些黃色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MIC Stack, MIC, 就是自己一個, 就像拆積木那樣, 一邊放上去, 17層樓高的, 那整個Modalization Rate, 你見到呢, 其實就在平面圖來講, 就超過70%, 一層經常, 我們有30間房的, 那剛才也提到了, 為什麼要做那個反傳統, 都未開始開作, 就整個樣板房, 給大家看, 還要投票呢, 其實因為本身呢, 整個設計呢, 就有四本房型的, 那有兩隻單人房啦, 第一隻單人房呢, 就小一點的, 你見到呢, 就短一點的, 那就是, 我們叫Power Hub, 它這個都幾特別的, 如果有人是, 即是有, 就是有, 因素參觀呢, 其實我們都, 每次都會帶大家去看看, 它整個理念呢, 工人就重新去, 究竟, 一個人, 住的地方呢, 其實要多少啦, 因為呢, 其實呢, 它是將, 某部份房的空間呢, 推了出去, 做一個共存活動的世界, 那其實呢, 都是目的呢, 想大家呢, 多一點, 出你的房門口, 和大家混合, 去聊天, 那另外一間房呢, 就是這種, 單人房啦, 有一個摺摺床, 第三款呢, 其實是同樣size, 是structural的, 同樣size, 但是Interior呢, 內裝就不同的, 那是一個雙人房, 有一個bump bag, 摺架床設計的, 最後一個family呢, 就是兩隻MIC配合, 那你見到差不多36m square, 其實都直逼去到400多尺的, 好了, 那我亦都再反傳統呢, 調轉了, 我先播條片給大家看看, 那之後再慢慢講解,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图片播完了 现在就正式讲一下究竟MIC是如何生产的 MIC离开了我们的桌子去生产 其實我們的廠房就在大灣區江門廠 中閘的廠房 那為什麼我展示這張地圖呢 其實就想表達給大家聽 其實做MIC就不是說 將整個MIC的工序 這個房間的工序搬離你的地盤 而是你也要想很多 要組裝,容易組裝 即是我們現在俗稱叫DFMA的理念 去令它快點完成 我們並不是將地址搬離地的地方 就這樣將它在廠房裡 一樣都是好像地盤那樣去施工 就真的不是這樣的 那譬如你見到 我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廠房 譬如有傢俬廠都有三間 其實他們整個理念 就好像現在傢俬一樣 已經做好一些層板 不同類型的櫃等等的東西 其實已經prepack好 那當送到這個廠房的時候 其實做一些assemble的work 就是其實組裝的 其中一間公司 其實就是做現在傢俬的廠房 另外你看到Fasale window 雖然我們那個是window wall的設計 但其實整個樣子就好像curtain wall 那你也可以用unitized的理念去理解 即是框和玻璃已經一拼做好了 整個窗送到廠房也是組裝的 並不是在工廠裡面拍攝框 再裝玻璃、再製膠 並不是這樣的 讓大家看看剛才那四個房型 商人房 其實在廠房是通電 通風 你見到連屁股床都安裝 地台組裝 右手邊是一個小的房 你見到Sandit 廠房的東方 有一個單人房 同樣地 其實完成度很高 我們其實真的這個 這個bunk bag 就是這個murphy bag 可以反過來的 連床褥都已經是打包在箱裡面 甚至這個curtain 都一樣是已經在廠房裡 裝了路軌 當然那個curtain 就不是這樣 這樣送過來的 我們是摺上那個curtain 收回去的櫃桶 到真的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裝上curtain 不是這樣定住 綁住 這樣送過來的 不過就讓大家感受到 其實整間房在廠房的時候 完成度很高 最後就是family unit 剛才提到它有兩個箱組成的 在這裡可以考一考大家 即是你們 能否找到 究竟那兩個箱的分野在哪裏呢 這裡就是左邊的箱 這邊就是右邊的箱 這邊就是右邊的箱 那如果不特別說 其實它因為職司和 內部設計師的精心設計 其實是不察覺那個箱的分野在哪裏 那之後呢就是 剛剛也提到了 因為我們裡面呢 Sandit 即是說水龍頭等等那些東西 都安裝好了 所以也會做好所有的功能測試 譬如來水 去水 廁所的flushing 這個就是那個shower tray 即是企光位置的 科水 另外就是其他電器 谷綁 Megatest 3M原水測試 銅厚測試等等 都跟回所有香港的 電器 不收的 那電也是 電呢其實 我們所有的電 入戶門 你看在廠房的位置 其實因為剛才都通電了 房間裡面呢 其實真是所謂的 一開門就可以住的 那所以呢其實 房間裡面所有的電器 燈啊 冷氣都測試了 那整個情況就是 我們都會用B model 一早就模擬了 究竟那個通電的位置 怎樣去接駁等等 那這個在現場做好的情況 那其實 可能剛才大家有些 眼膩的朋友都會看到 我們的洗手間是靠向 廁所的 所以就是俗稱的黑池 所以就要通水通風等等的東西了 那其實呢 批得位置 我們都呢 盡量maximize 就是DFMA的理念 可以做的部分 都是廠房做的 譬如說呢 藍色這一節 這個Vertical stack 都是廠房做好 那我們呢 當整個季來到現場 我季搭季 Story by story的時候呢 我只是接駁回紅色部分 這個位置 那令到整個建築 我們當平頂之後呢 通水通電的情況 就會很快 那中間這個也是BIM 模擬的情況 右手邊就是 我記錄回工人施工 亦都會方便很多 亦都很快捷 那由於呢 這個project的獨特性 其實呢 在疫情之前 甚至當我們的project 打開了疫情 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來參觀過我們的網站 那B波疫情 發展局 就上廠去 在我們 這裡一字排開 後面就是那些MIC 我們當時正在製作MIC 的情況 那麼 屋嶼處 亦都有上來廠房 去看尤其結構部分的東西 那整團 差不多五十多人 都上來國內的廠房 另外還有很多 譬如當時的運房局 水記 建造商會 CIC 過度性房屋小組等等 都有來參觀過 那當我們呢 在2020年年頭開始 安裝MIC 亦都有很多熱界好友 例如CIC 等等 都來參觀 以及給予意見 的 那也都特別去看我們的 吊運 安裝的情況 是怎樣的 那其實呢 我們幾六個 都差不多過八個團體 是在不同 我們施工的 項目 是參觀過我們的地盤 的 好了 那剛才就說完這櫃 怎樣生產 怎樣製造 那之後的步驟就是怎樣 怎樣運來香港 這個都是大家 很多朋友都很想了解的情況 那今天呢 都很無私地和大家說 我們都沒有什麼 會是隱藏分享的 我們都 其實我們 非常之 喜歡分享 還有很想聽大家的 feedback 那其實呢 短暫呢 我們的 module 就是用海路 送到來香港的 那我們選出的碼頭 就是在長花環的 那其實給大家一點點 參考 大家經常都會覺得 會不會很不安定 很長時間用海路 那樣 其實就 其實呢 真實的情況 是比陸路更安定 那這個情況 亦都在 COVID-19第五波爆發之後 就更加 更加證明到它的情況了 其實由國內大灣區 任何一個城市 我是從這個江門 來香港 其實是少於一天 二十四小時的 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其實 第一天 下午到 出船 其實第二天 早上你見到大概 早上八點的情況 已經到了香港 拍攝這個碼頭的了 那我們 是 廣闊的位置 那 在當時我們的項目 創造一半 大概生產了三分二的項目 之後 就遇上封關之後 其實就很重要了 我簡直 除了知道它來了香港 還沒有 我也要知道 它能不能回去 就是能否通過 核酸的檢測等等 還是要加船等等 這裏也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其實技術 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那 回帶繼續回去 其實 2019年年尾 我們就第一水船出發 那時候 就小試牛刀 只運10隻 那之後大概 就平均三四十隻一船 那你見到 三十一號 其實已經到香港 在碼頭 迎接著 這個船 就埋岸的 亦都看著它 就上岸了 也臨時放在碼頭的臨時對放區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 咦 為什麼這個樣子 包到這樣 那麼高度保護 那確實是 因為剛才大家看到 我們的窗 其實都是一個 接近Curtain Wall的一個窗 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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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個冷氣機台 還有一個冷氣機 分替機都安裝了 所以我們的保護 研究了很久 也都做得很精細的 In short 其實我們有兩棟保護的 簡單來說 也都入戶門的位置 就是entrance door的位置 有防水拉鏈 可以在碼頭 給我們的QAQC同事 開門進去看 究竟這個水路這個過程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見到internal side 因為剛才也提到的 所有sand feet even 都可以在碼頭 都做好 鏡櫃都做好 鏡櫃都做好 起光玻璃都做好 所以一些可以動動的部件 我們是要fixure 另外我們的玻璃 也都很不適公本 有些air bag 即是氣剪袋 就比一般的一些 皺紋膠紙 正面膠紙更高規格 所以418隻櫃送到來香港 是一件都沒有試過 刮花玻璃或飽玻璃的 好了 在碼頭之後 我們就再用綠路送到廠房 這裡也值得一提 就是我們的項目 在當時是唯一一單的 規復大約兩米半的MIC項目 其實是第一單 其實是叫做 那我們的雙體的規復 真實的情況 其實是三米一半 我連同房間 冷氣的房間 和走廊的階段 其實是十米長的 所以當時是要特地去 跟有關的部門 例如Hirway RMO 去申請一些廣告的 亦都只可以在 off-peak的時間 即是早上10點 至下午4點 晚上8點 至翌日7點 才可以走 走的時候 也都要像這個圖一樣 在1月1日 大家全民休息一下 大家全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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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 我們正式把第一批貨 送到地盤 就是這樣的情況 同樣地 我們像船一樣 所有車都是有 正常的GPS 這就比船的功能更為大 你看到每一分 每一秒都 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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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 其中一個我們最大的挑戰 在這個MIC 項目 就是真的 做到JIT 的送送 人們都會說到 其實地盤面積不大 我們是很需要協調這些 這些 工資的管理 除了這些之外 亦都有 我們Echo Construction 2.0 用很多新科技 人們都會再詳細說的 其中一樣 就是我們在 地盤周邊 都是做了3D scanning 3D scanning 3D scanning的好處 就是 由於我要運送這個旁邊大物 我有兩個entrance的門口 就可以看到我周邊 所有street furniture 譬如有些 登柱 有些路牌 究竟我這個車 轉進來manoeuvre的時候 空間夠不夠 尤其會不會有些盲點 等等 我的entrance width 夠不夠 等等 這裏都是運用不同科技 譬如看到 swap path 的input 和周邊世界的correlation 等等 所以 在1月2日出發之後 其實你看到 很安全 save and sound 就送到 我們的MIC 來到地盤 這是另一個地盤 entrance的門口 的模樣 亦都臨時 stack在地盤 準備調運上大樓的 我們在1月中正式開始起調 之後就繼續調到大概5月份 應該都會展示給大家看 好 現在先講一講整個 施工建築的計劃 剛剛也提到的 中間有個核心召喚 其實我們正在走一個超快的3日輪 一般坊間現在都在走4日輪 即是一般傳統落實史的情況 我們正在走一個極速 其實呢 當流程去到若干流程的時候 我們在大針反 亦都開始 concurrent 就會調MIC 亦都在走3日輪 整個project完成 其實我們曾經最快的斷速 其實在說一個坊間 是兩天就已經完成了 在調MIC 即30隻的MIC 這裏也要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動作 就會展示到整個施工是怎樣做的 所以我有很多人 在調MIC 絶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影片看完了 其实就很清晰意名 就讲解了整个司工 究竟是怎样给业主、顾问 这个亦都是Vim 用一个Animation 做到4D的一个好处 其实之前我们整个project开始 其实我和我的上司和司工团队 包括业主、顾问、职司等等 其实我也特意去了新加坡去取经 去学习的 尤其是去看别人如何钓 因为新加坡也做了大概 八至十年的MIC 他们叫PPVC的运用 主要他们用石屎维多 所以去看看他们究竟如何钓运 给大家看看一些照片 那回来呢,其实我们就再更加 我们整个钓运方式是怎样的 亦都做回这些 图文并茂、中英并茂的一些 Method statement 给前线 以及顾问方去看我们 究竟怎样做过司工的整个Methodology 那这里也要提一提就是呢 我们其实也是 在这个project的Midway 其实这个CIC来参观过之后呢 亦都叫我们做一个示范教学的Demo 给他们建造议会 建造学院 拍了一个整条片的流程 说一段步骤 说怎样埋码 怎样起钓 怎样叫Signal等等的东西 给他们将来做MIC course的学员去看的 好了,那整个project 这么好计算 其实都是急速去完成的 那我们在大概2019年8月进场 就随即即刻 你见到,掘到Basement 做Power Cap 那9月初 已经在Basement上Ground 4 接着9月中已经到Ground 4 接着大概11月初 其实已经完成了大增板 Transfer plate的施工 准备上Call 去到一条12月中 其实你见到我们已经那支Call 已经进入了Cycle 走三天Cycle 到1月初 就差不多到顶了 然后1月中 其实我们在大增板 另一个Wing 就是这个Sign 看不到的背后 已经在安装MIC 那给大家看看 3月初的时候 看到有35只 已经安装MIC 已经安装MIC 安装MIC 在3楼的部分 你见到3月底 就是10多天 之后 已经到7楼了 你也见到 有一只在半空 准备降到7楼 到4月中 超过150只 168只 看到4月底 超过200只 5月初 超过300只 然后到5月中 超过300只 最后 我们在5月23日 就完成了418只 模组 接着是平顶的 好 那到这里 亦都跳一跳 想说一说 我们用什么技巧 在这个project上 去做到 保障为主 因为保障就是 所有司工上的 第一个项目 那其实 BIM 必然是整件事 贯穿的 背后来的 我这里列出了 我们用了些什么 一会再详细说 那比如一般的3D 组织 甲图出图纸 设计 设计 刚才大家看到的 4D simulation with program Tally with 我的master program 都有运用到 那接着 其实也会再说 5D BIM 等等 有很多 其实你见到 全部的核心 都是靠 BIM 去贯通 那比如刚才说到 第一件事 是出图纸 我们出的图纸 全部都是3D 那也只是一个按钮 你可以立刻 脱衣 看到 只是骨 然后可以 记录所有 Member Size 给顾问 另外 比如 Blow Up 一些位置 我可以这样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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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如何施工 如何做的 这个是一般 2D的世界 很难会发生 还可以让 PDF 扭动 给公司 不需要任何 特别的 軟件 就这样开 PDF 都可以扭动 3D 整个 另外 就是 Frozen 设计 为何 他真的可以做到 Early Frozen 就像这个片段 我们其实 内部的 内部 在很早期 已经做了一些 day view night view 的 给业主 顾问 去看 可以随即 很快地 大手施工 另外 就是 说一下 整件事 有这个Digital的配合之后 究竟我们怎样 真的做到 安全 我们都用一个 Bottom-up 的概念 就是 Design for safety 其实整件事 就是很早的期间 我们已经想定 工人的位置 然后 在厂房里面 已经预先 做定一些 Provision 给他扣 全身積 那个防夺系统 又或者 做定一些 Provision 去做这些 我们俗称 叫 烏鹰拍的Railing 在H beam的 所以整件事 在厂房里 已经想定 这些 令到工人 在现场 当他达到 这个位置 是高峰工作的位置 的时候 不需要 去 操控自己 在危险的地方 去做 一个 安全 给另一个工人 但是 将自己 操控自己 在危险的 情况 我们就不想 他有这样的事情 另外 另外 刚才看到的Randering 其实 亦都可以 在extract 某些部分 比如说 MIC 和MIC 的Jointing 这些特别的部分 去做一些3D Printing 去更加清晰整件事 是怎样做的 去解释给 我们 譬如有关的顾问 或者 甚至工人 去明白 究竟整个司工是怎样的 另外 亦都可以 做到VR 进行训练 后面 都会提到的 即是 Immersive 的技术 在我们公司 亦都很大量使用 譬如有VR 这里可能有整个 我先瞧一下 你见到 左边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展示 我们这个吊运的 进行训练 是怎样做 右边 其实我们公司 亦都有beam cave 在不同的 即是有些地盘里面 如果我们有beam cave 如果容许的话 那你见到这个展示 就是另一个 Immersive 的 就是说的是 这个 建议 的 你见到 上面 正在试的世界 Exceler 我给大家看下方的图 其实 出来的效果 真的近乎 99.9 整件事 可以夹图更加好 更加快 还有 业主 顾问 去试的时候 这个情况 就更加真实了 刚才也提到 这个 VR 进行训练 有时 可能有些工人 就觉得 我戴这个VR 眼睛很迷 我们也可以 给AR 应用 使用 拿着iPad 在软件 之外 其实 硬件 我们也放了一只 硬性的 MIC 在我们的地盘门口 所有工人 如果要上这櫃工作 都要来到这里 做一个 测试 才可以有一个 图片 在头盔上 认可 他接受 训练 所以整件事 就是硬件 和硬件 都并用 去做一个训练 另外 就是一些IoT 的运用 我们的工程 用了智能头盔 和智能头盔 和智能 他的好处 也是 你看到 我们进入了B模特 可以很实时 知道工人 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地方 例如Lift Sharp 究竟在哪一层 在工地 以往 可能很多朋友 也是 业界做开地盘的同业 这些危险位置 通常我们要出这些 工作准备的 可能很多情况下 他可能申请了五楼 但到他真实施工的时候 他可能走了去 例如三楼 或甚至十一楼 就是这些情况 我们很需要 以往的情况 就是要 前线管工 去真的伸个头 去查一下一个工人 申请五楼 是否在五楼里施工 否则 就很容易出现 上下作业的情况 就是他申请一个位置 但是施工的另一个位置 可能他也是同一个Lift Sharp 但是高度不同 那就会出事了 有了这些 真正的位置 的一些系统之后 其实我们按一个按钮 就已经知道 哪个工人在上班 他的位置 其实很精准的 直接是左左右右都知道 是帮助很多的 尤其这些危险的地方 例如Lift Sharp 或者一些Plan Room 或者制房等等 那我们整个项目 因为这样 其实都做了一个 挺好的结果 就是我们有60万工时 零工商的一个纪录 都很值得估计 就是接近是 整个一年 都是完全没有工商的 也做了一个 庆典 也颁发一些 的鼓励 给我们前线的管理人员 和工友 另外就是 验收 E-Inspection 其实我们厂房 每一只柜 四百只柜 都有一个 QR Code 出细子 这样的东西 给你看到DUDE 就是我们现在俗称DWSS Digital Work Supervision System 可以记录了整个 箱 就是整个MIC 由结构 到内装的整个生命线 和所有验收的记录 这些好处 不仅仅是由 文件转到Digital 其实它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真正做到一个 Digital的管理 和送付 比如这个 当时BD上厂的时候 我们介绍给他看 其实整件事就是 当我们 如果很Systematic 在预先生产之前 想定 每个Mouse Zone 是什么之后 你只可以 只要用这个 认识的 结构 结构 那个情况 譬如是批或不批 就会知道 究竟他跌了 在哪个阶段 那减散了什么呢 就是不想 我们住厂的同事 要做一些很狼狼的 一路走去 取行 progress 这个动作 我想大家这个都很熟悉的 以往我们地盘 是很靠 譬如 我们有些AE 或者一些科文 我们每层楼去走 然后 记录的进度 不论内部 或者外部 那如果现在 靠这个DWSS 这个系统 其实他直接 已经很快 可以自动 自动 给你看到 那个情况 是如何 亦都比较到 你的计划 和实际 很清晰 可以用这个 彩虹图的 代表 又可以用 截线图 等等 给顾问 和客户 去看你的进度 另外 亦都 因为这样 其实我们记录了很多大数据 很多data 或者information 譬如 productivity 其中一个 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 我因为有这些 information 其实我可以知道 今个星期的 what done versus 我今个星期的人数 每个行头的人数 得到data之后 其实我可以很清晰 或者叫scientific 可以推算 我有没有迟了 快了 我下个星期的 预测 应该是怎么样 等等 当然你说 是否完全 我们所有东西是 pro-wata 大家做楼厂都明白 是否 房间两个人去做 就是一个星期 那我放五个人去做 是否立即快 两倍 半呢 有时 不是的 但你也会有一个基准 至少知道 上个星期 人手 出来的 productivity 是怎么样 一个比较 科学 和比较 理解的 说法 去看看究竟要如何 设置你的人手 和机械 那我认为 这是一个 暂身 全身的 一个管理的手法 在地盘来说 好 刚才也提到 除了4D之外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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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每个月 跟顾问 即是QS Consultant 去做一些reporting 譬如右手边 我拆了几个 Concrete Works BS Works 都会这样 在B-Model 一刷 就立即有了 所有的数目字 就给我们的顾问 去endorse 亦都bind contract 去做个monthly 的interim payment 另外 平时在地盘 拍照 通常就拍定点的行发照 那我们这里不同 我们就用个3D 去做一些 拍很多张照 其实是说 一万多张照 然后把它拼起来 做个photogrammetry view 那它的好处就是 譬如 像这里这样 你可以调查一些位置 很快 量度到一些 概括的area 以往如果 可能当这个位置 要游防水 那就很靠 除了在图纸看 计算之外 总是要出去 找人去量度一量 尤其有些 可能真的高空的位置 其实就不太适合 要工人 或者我们的管工 去做这些动作 那其实我需要一个 可能是一个 approximate 的数目 那有了这样的数据 其实就很清晰 可以立即 也很快 可以给到这些figure 做个indicative 那有时候图纸 因为跟真实地盘 大家都明白的 会有点点出入的 那靠这些 就非常之好用了 另外 这个photogrammetry 亦都好像一个 3D google map 那样 你可以扭动 很靓仔 亦都可以给业主 看到整个360度的view 是怎样 同时呢 做到一个comparison 我们会呢 periodically 将它呢 combined with 我本身4D的programming 那两件事 很清晰见到 就哪里快了慢了 譬如好像 左手面 上面这一个video 正在操作的 我们将它 overlay了 你就会 根本就无遮掩 可以给大家看到 究竟哪一个 portion 我又快了 哪一个portion 我慢了 这个就是overlay的效果 而右下角 这个呢 就是3D scanning 地盘门口 和转车的 swept path 的情况 好了 另外呢 亦都说到环保方面 其实用了MIC 和刚才说的 那么多有效管理呢 其实我们在 减碳 减肺等等的方面 比如这些 水啊 废物啊 塵埃啊 空气質 噪音啊 也有很significant的 显著的减幅 那我们整个project 亦都其实 行这个patinum 亦都很快 很成功地拿到 这个白金级的bim的认证 亦都拿了很多不同的 green building的award 和我们也tally 这个联合国sdg 亦都拿了一个特别的奖项 在这个project上面 和刚才也提到的 其实呢 我们有over 过八个团体来之外呢 其实我们很配合呢 学界的一些study 比如好像说 Hong Kong U 他就追踪着我们 差不多整整一年呢 去看我们整个施工 那之后呢 就出了一个三本书的research 那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上网去看 就有一本就讲我们 为什么这个project 会那么success 有些呢 有些呢 就是讲glaughtery 就是那些字 教大家不同的terms 是解什么 等等的 好 那就讲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最后呢 我就想分享了 刚才我一开始讲过的 2020年 我们很开心 拿到Hong Kong IBIM的金奖 在private development方面 那2021年呢 我们其实就拿了 刚才也有提到的 竹膏湾 那其实他就拿了 我们拿了这个 government category 的silver的奖行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花时间 就解释MIC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片段 那就去介绍所有东西了 带you 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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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衛生署等等 其實我想尤其是為何要播放這段影片給大家看 除了因為我們很開心得到HKIBIM的超級獎金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其實也想說 我們公司做BEAM也不是說 用這個項目的長短、大小去界定究竟做不做 其實做BEAM的真正 我們看到90天的公期 我們都一樣會用BEAM的 而剛才的片段也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好處有很多 包括當時我們遇上疫情 是封關 我們是靠BEAM做一個均衡的媒介 跟國內的廠房去溝通 真的做到一個單純的真正的情況 去溝通生產 準確性承認 再繼而做一些製造的圖紙 和進入 它整個數字的製造 就是片頭 你看到它用機械去切割 等等的東西 去到我們施工的時候 其實剛才的片段也有提到的 譬如一些模擬 又是怎樣去調運 怎樣去安裝MIC 以至到究竟 整個場面會有多少車 其實當時的車流量實在太多了 如果我不做一個可示範的 即是可示範的一個情況出來 其實是打架的 在那個情況下 即是 同時三個地盤去施工的 除了我們公司之外 你看到最後的片段 高空的情況 你看到地盤有多大 超過98 即是MIC 再加上剛才 亦都是project start 影片開始的時候 都看到 全場 只是 浸水 地渠 地渠 層 這麼大的面積 科水 其實很靠 BIM的同事 在初期 去配合這些東西 就是稍有不慎 如果那個層級不適合 我們可能接合不到隔壁 以至到它整個足球灣 整個地盤的科水 等等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project 就更加 讓大家看到 BIM的運用 在我們project planning 設計 coordination 的好處 好 時間不多 我最後就說一些基本的東西 即是說一下 ROAD MIC 其實大家都 如果 剛才聽我的 表演 都看到的 其實MIC Forsula 真的會 快了 安全了 好了 質量好了 但是 仍然有很多挑戰 要我們一起 這麼多業界的同業 去解決 無論你是客人 工程師 我們是工程師 或者是工程師 等等的 例如你究竟如何 可以真正做到 Frozen Design 在早期的程度 才能真正 利益 MIC 的好處 剛才我們提到 我們用這些 數據的方式 例如做一些 預早的 Rendering 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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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都不買 這個 Digital 世界 已經預先做好 一些 效果 你仍然覺得 不行的 我一定要等到 這個MIC 出來 我要摸到才是真的 其實就有少少 露出了 那個好處 即是你真是 享受不到 這個Digital 帶來的便利 這也是 一些 認識 另外 另外 就是 另外還有其他 例如 在香港 Logistics 等等的應用 都是困難的 但是要 成為項目去解決 那 這些我不再說了 就是 考慮 究竟 如何 先用 MIC 究竟 什麼量去到多少 才用MIC 有什麼特別的考慮 其實都是 一些 比較主要的東西 是的 可能我留一點時間 最後一頁 賣了廣告 即是我們公司 剛才我都提到的 左邊就是竹高灣 合約是90天 我們89天交付 中間 Inno 14個月 在2020年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先做發香的 發香那時候是 第一個 爆發 如果大家有記得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 度假村 例如什麼里沃門度假村 西貢度假村 就找個操場 就這樣盡起 當時我們臨為壽命 就在這個 八香少年警訊的操場 那裏 收到政府的命令 就是盡起 盡起 盡起 我們計完之後 適合禮 行到消防車 都是靠BM的運用 要不然很難 在這麼短的時間 他立刻 出到整個設計的框架出來 最終我們就建八二隻 合約是73天 我們63天就完成了 剛才也說到 最後我們剛才完成的 元朗同心村 超過二千隻 MIC 本身的合約十四個月 我們十個月就完成了 當時在第五波 就是剛剛這年 年頭爆發的時候 也都曾經被政府徵用過 來做這個 這個 後備方案 所以看到我們一直都有一個 標記錄 就真的是 早上 我猜這個也是我們 業界非常難得的一個成果 很多時候就被人負責我們 延遲 但是我們 你看到我們公司的這些 MIC 項目 全部都是在前面去完成 另外我們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都有MIC 的運用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時間也差不多 我就 不止我這個slide show的分享 好 多謝你,Michelle 好 現在我們進入 Q&A環節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 Michelle 都歡迎她在check box 那裡提問 我們也收到一些questions 我也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好,第一條問題就是 關於這個 就是在這個 項目管理的角度 我去看 其實是否 MIC Project 是更加具挑戰性 比傳統項目來說 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來的 我覺得 同意的 因為 第一點 MIC始終在我們現在 香港的使用 都是 我不可以叫justdart 因為其實 譬如我Inno時候 其實都完成了兩年 亦都 那些客人都住了 真的年幾兩年了 現在我回到Inno時候 正正在說的情況 是他們已經住了兩年之後 他們覺得 還有東西想升級 我現在是跟進一些 升級的東西 工程 所以其實 都 我覺得已經是 go through 了那個justdart 大家query 究竟 用不用到 是不是好用 是不是真的用 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已經go through 了 但是呢 就跌到下來 就是究竟要怎樣用 就是大家明白了 那個好處 那怎樣用 其實是挑戰的 就是如果你 就是剛才都提到的 如果你真的為用而用呢 那可能呢 就整個 科目計劃裡面 就是很零丁的 那裡一顆 那裡一顆 MIC呢 其實就享受不到那個 Economies of scales 和那個真正的好處 那所以其實我想 那就是Helie的問題 Echo的問題 第一個challenge point 其實就是challenge 製作者 究竟你製作這個建築 也好 infrastructure 也好 的時候呢 其實你有沒有 一早想定 這個application of這些 DFMA 或者MIC 其實要很早去 at least不是去fine detail 但是呢 你可以做到一個 其實 generic 一個網 你想了這件事是怎麼用的 而是make sense的 因為如果你去到很後期 當我們contractor on board的時候呢 你才突然之間就說 我想這樣 你看看你想不想到 那我不是說這樣一定不行 就是譬如你將 我想可能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業主 或者是顧問 我相信你們給我們協卿建築 我們一定會幫你想的 但是呢 在想的情況下呢 就那個 那個難度就提高了 更加 還有有時候真的 不是那麼flexible 因為你可能有很多 困難 所以 第一個點 其實是challenge designer 到第二個點 就是challenge 我們contractor 我剛才都輕輕大過說過的 就是香港的site 大家都明白 不是新加坡 我去看新加坡的時候呢 扭和扭之間呢 是可以走一個 珠籠接的 一個crawler crane 整部 巨型珠籠接是走過的 所以我去看的時候 我看到它有用天赤 用用珠籠接 地盤用很多工具 但是香港 我想大家都明白 沒有什麼可能會發生 一些這麼 複雜的地盤環境 有很多我們在市區的地盤呢 更加是 人又欠路 車又欠路 回到剛才我講的點 很多情況下 如果我們真的想做到 preclass MIC 等等的運用 是要做just in time 這個完全是challenge 我們contractor 整個site的管理 不是只是地盤的管理 是說back end 我由哪個點開始出車 其實我想我用回剛才那個 最後觸高彎的地盤更加 比較堅固 你看到地盤很大 但當時其實三四個 一齊在運用 只有一個車路 為什麼我們要用beam 去示範我的車路呢 而且不斷也要示範一下 有多少個車 在樣子上看到 原來又有石士車 又有MIC車 又有吊雞車 這麼多車 在這裏走來走去 究竟這個情況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以前的世界 只是靠我們 很有經驗的路種 經理 去想這個情況 然後安排好 今天你來 明天他來 盡量不要炒碼一碟 但有時候真的太複雜了 我們現在香港的 site 和project 所以真的要借用一些技術 尤其像我剛才那樣的 我不是說 剛才展示的公仔圖 那些車子動來動去 未必一定準確的 那這個我覺得是 適合的 就是那個司機 突然扭軚走第二條路 我覺得是容許的 但是我剛才那個畫面 其實就給了一個圖片 我們 好像我 SPM 或者老總 去圖片到 哇 原來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是一日流量 是188次的車流量 在這裏走去 那究竟怎樣去管理這些事情呢 那所以我想 是挑戰的 但是不是解決不了 好 明白 那或者我再問一下這個問題 問一下Michelle 那如果你是一個PM 你會喜歡做 就是傳統project多些 還是還是更喜歡做MIC project多些呢 嗯 這個問題 那我 我當然會覺得 做MIC project有趣一些 真的 嗯 首先 其實有趣方面有很多種 就是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都說了 挑戰一些 就是這些東西也是 比較 新穎一些 以前不是這樣做 你這次可能 真的可以想到一個 很新的方法去探索一個 舊的問題 那這個我想 有挑戰 就是有滿足感 就是你挑戰到就是一個滿足感 那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比較個人的 就是你做一個project 其實現在呢 涉及的東西 不僅是真的在一個project香港 譬如 你做一個長沙環project 如果你做一個MIC project 其實你不是真的看著 長沙環這個地方 你看著大灣區這個地方 你會 就是在北京 你會了解了 譬如國內有幾多間廠 那些廠在哪裏 人家廠的文化又是怎樣 這個我都很想加上一點 這個我都很想加上一點 剛才片頭很久 就是很早之前 presentation 都說過了 做MIC 其實它的廠房 是有點像做車一樣的 整件事真的跟地盤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我們要 接受的一個新認識 就是我可以解釋一下 譬如在香港我們做樓廠 那 客人或者業主或者設計師 突然叫你 就問你 這裡做了沒有 未做我想轉 那其實是容許的 我覺得 作為公司 你的樓廠有 給我們一定的價錢 那我不會攔著你說不給改 不應該是這樣 你給足夠的時間 還有金錢 最重要 那我們是可以的 我讓你去改 而且你要接受 我要用時間去改動 那但是呢 如果做MIC工廠的理念呢 其實呢 你突然之間 這樣呢 很加熱的 變化 是會令到它 整條生產線 變成了 這樣就等於 好像做車一樣 其實它整個理念 好像剛才我 那一段時間充電 它有一些位置 簡直是 自動化到 那隻軌跡 向前自己推 在軌跡 那些工人 定點就是做那個動作 我燒這裡的行 就燒這裡的行 它甚至有很多的行 其實用 工人機器已經幫你燒了 它有些很難 扯不到位置的 它就用人手去再做一些 的情況 那它做內裝也是的 那隻工人呢 他就是知道 今天做這些 房屋型 他好像很機械式的 做這些 那這個好處呢 就是他真的 是不會錯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 如果我們做 居住房屋 這個房間又是這樣 就是ABCD 層 我們俗稱 每個層層都不同 有時候右手邊 右手邊 它就很大機會會出草 其實它有好有不好 你可以說它很機械化 或者很死板 一擊它就呆了 你可以說它很死板 但另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它會很準確 因為它做的事情 熟人生巧就是這樣做 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不是真正的隱形設計 突然之間 這個又說這樣改 那一刻又這樣改 其實就真的把整個生產線都關掉 就做不到大批量 我們叫做批量生產 或者那個速度 如果你真的看見到你的項目 是這麼激動 還有這麼多東西還未維持 你還要進行NYC 那可能就困難了 這個就更加挑戰了 不過先說 剛才我再說 就是整件事是很不同 你看到我講到就是說 原來了解了別人的廠房 是這樣的模式 跟地盤又有些不同的模式 這件事都挺衝擊 而且挺興趣的 所以我覺得 我也很歡迎 如果這裡on the line 有什麼朋友仔 很想做NYC 不妨過來我們公司 我們有很多NYC 剛才最後那張照片又租到 請應徵來我們公司 我們大量需要人才 那你就可以去體驗一下不同的東西 最後我也說一說 其實那時候 我也有駐廠的同事 其實他們都 不期待 他們是覺得很好玩的 駐廠是駐大陸廠 他們大概住了廠 四五個月左右 就一至五都在廠房 只是六天就回來香港 直到2020年後就爆發疫情 那我們就沒得這樣做了 就不再傳他上大陸了 那一開始 其實我是PM 我都會擔心 有沒有同事肯回去廠房 你現在不是去外國 你去大陸 那其實out of surprise 那五個同事 我們派了五個同事去 四個都是年輕人 這一個是相對比較經驗的 我叫做work supervisor 其實他們都覺得是好玩的 可能也有一些背景 我現在不是叫他去五年 我叫他去四五個月 整件事他都會覺得很不同 又試一下另一個地方的工作經驗 而且他們回到香港 到現在仍然都跟國內 他廠那裡也有些年輕人工程師 就真的可以朋友了 然後他們來香港 他們又可以繼續玩 所以我想這些是很有趣的 我想MIC工作是給了一個很 很困難的時間 你去了解一些很不同的事情 那是一個挺好的嘗試 好的 謝謝Michelle 那我們看看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關於一些合約採購方面 contract procurement 那就是有什麼的 contract procurement method 是可以facilitate到MIC project 就是你們怎麼看呢 這件事情 我想contract procurement方面 其中一個很好的 我先講過獎項的程序 我覺得應該如果真的 作為客人或討論 你很想contractor side 給到一些 constability上的一些方案的建議 去幫助到這個項目 那盡可能都真的很需要 early engaged contractor 這個其實在新加坡那邊 他們的經驗 就是做了幾年之後 他都一樣是這樣說的 那譬如像InnoCell那樣 我8月份才正式收地盤 但是其實我是4月份 剛才你看到剛剛開始的那些項目 其實我已經是on board 我知道我中了這項目 那4個月做什麼呢 就是4月份至8月份做什麼呢 其實就不是坐在那裡等收地盤 其實是make use of這些時間 去做一些很前期的coordination 令到呢 我一收到地盤 就砰砰的聲音 一直走 那才可以做到最終的結尾 14個月 什麼都搞定了 驗了消防 驗了OP 落了傷 入得 有了傢俬 入得 這裡也提到我 其實我們那時候驗消防 那個高度完成的情況 是嚇到消防官 就是消防官很久沒見過一個 這麼完成度高的樓去驗消防 他真的從來沒見過呢 適免裝修 直接連擺設都要放進去 椅子那些都想放 如果你不擔心我放進去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 這個early award 是真是很幫助到這件事的 那我想這個是 不知道能不能回答這個題目 但是其實都涉及contract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contract procurement 我還想再提到一點 就是 那個 貸款 這個也是大家經常都會問的問題的 因為呢 如果我剛才提到 譬如好像印尼西爾維利 我們MIC 已經是整個4 area的七成 那其實中間的call 其實就是 科技的 公仔圖 只剩下三成的 那麼 以往我們 合約精神呢 就是 就是貨到 才開始有庫管 就是 即是說 材料送上市 或者甚至是做好 做好 完全上市 你才有工作 才有付款 才有付款 但是如果在MIC 其實呢 是需要 真的early advanced payment 我們俗稱 那麼在印尼西爾那裡有發生的 我們業主方 其實是很好的 它是讓我 在後面 在廠房 已經申請 advanced payment 那麼當然 它也有一些 certification 就是跟我們平時地盤 裏面 他有人走 去看 我是不是真的 我所說的 裏面一樣 不過 這件事就延私了 在廠房 那麼好處就是 就offload了 我們contractor 很大的financial burden 因為剛才也說過的 就是七成的東西在那裡 我 by prorata 其實等於contract七成的錢 都去了那裡 就是 similarly 這樣說 就是大部分的餅 去了那裡 另外呢 就是 我又給大家另外一個概念 例如像你淘寶買東西 雖然它也有一種理念 就是貨到付款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買一些這麼貴的東西 它沒什麼可能叫你貨到那一刻 才給全款的 其實你要買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是給了錢買家的 那它才出廠的 那它才出貨 那其實所以 為什麼說 這個financial burden 去了我們主辦公司那裡呢 那我希望就是 如果 upcoming 的 接下來的MIC Project 就做到這兩點 就是early award 給我們contractor 去 早點去研究整件事 整個計劃 甚至 refine 一些細節 第二就是整個payment system 要想就是 就是不可以整天都是只想 work done 或者叫做completion on site 見到先付 如果是這樣 前期很多contractor 都頂不住這個壓力 因為你兩條線在走 在early stage 的時候 對,大概就是這樣 好,謝謝Michelle 好,另一條問題呢 等等 那就是 那你是一個PM啦 Michelle 那你就要 要考慮很多事情 例如時間 quality 安全 然後環境那方面的事情 那 而cost aspect那邊是怎樣呢 就是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 但是就站在MIC project來說 會不會真的貴了 我想 你說控制 因為這個問題 或者 對 就是怎樣管理 其實 如果ASPM 無論你是MIC project 還是MIC project 其實 我們 其中一個最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減少error發生 因為error 就是我說得俗稱一些 有時候 error 除非你很清楚知道 error的 就是 不是那個 MIRROR error 我是說 就是 我是說 就是 有些事情 同時跟你說 夾錯了 或者有些事情要改 那你一定會問 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改 那改不外乎有人改東西 或者自己夾錯 那我最不想聽到就是 經理我們自己夾錯了 吃自己 就是 俗稱是吃自己 那我ASPM當然不想這個發生 因為 吃自己就等於 其實是 不期待的 一些 在我的 荷包 或者在我盤數裡面 那所以我想 無論 MIC 還是不MIC 其實 我很 黑銷 回來beam這個世界 beam的其中一個 最大的目的 就是 早點 可視化一件事 減少error 其實我就是想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這麼大運用技術呢 我就不想是一些 menu 的 overlook 了的東西 夾錯了的東西 起碼呢 你 弄了一條影片出來 那你弄出來 給大家播一下 看看 那有人就說 這裡是這樣的嗎 就是起碼會 discussion arouse discussion 大家去談一下 究竟是否 談的時候 你又會明白些 清晰些 360度角度去看 不會 overlook 一些東西 以往我們就這樣 plan view section 看的時候 真的很難說 100%沒有合錯 我自己也做過工程師的時候 那你一定可能 你三圍空間很厲害 你就真的想到 沒錯 要不然 你真的靠 一個立體可視化的世界 其實可以幫助很多 那我想 那 in short or as PM 除了說 那單 job 本身有沒有 profit之外 我想 其中一個最大目的 就是不要 雖然不是說 一定要入球 但是你也不要輸球 就是不要被人入球 就是類似這樣 你自己搜龍門 你也要守住 就是這件事情 我就不想 有這麼多 error 發生 那 即使說 error 是別人的問題 就是我講可能 第三方 consultant 的 新的 instruction 那其實他也可能是因為 本身之前 偷偷了一些事情 然後發現 不是喔 即是加上好些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好事 就算他給我錢 給我時間 但是都是 unexpected 我又要做多樣東西 去改善之前的問題 那其實也沒有數 這個不是贏贏的 就算給我錢 也不是等於我贏了 也都未必是我最想的情況 即使你有錢給我 有負責給我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就是 如果可以用到一些技術 去 例如 BIM 這樣 大家真的 計劃 即是建立一個計劃 那就最好了 就是盡量把那些 悲傷 例如 ad hoc 突然發生的問題 減低它 起碼也不用那麼辛苦 每天上班 不會突然瘋狂打包電話 瘋狂電話 又說緊急 緊急 那些 那些 我覺得最想就是這個 其實在最後 都會令到 課程度 有好處 好 謝謝Michelle 那我們看看第四條問題 這條問題也有點像 剛剛第二條問題 或者Michelle 看看有沒有什麼再補充 或者你想 剛才第二條問題的答案 已經足夠答到那個 那就OK 是的 沒有啊 我想這裏他也是講 補充 我想 除了 或者他也講到 經濟度 我想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就是 你如果想做很多款 不同的MIC 不同類型 其實 這個根本都是理論的 如果你 只有十件 那別人就貴 那如果你有幾百件 那就可以拉回拉孟平 其實這個 不用MIC 的邏輯都明白的 就是批量生產 還是 批量生產的生產 但是沒有人說批量生產是錯的 但是批量生產是貴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在交易者來講 我們都很歡迎的 就是如果要批量生產 你給我批量生產的價錢 那我一樣都可以做到這個產品給你的 是的 但是就真的不是 經濟度上升 就享受不到那個 批量的成本大幅下降的情況 那我想 跟剛才我答的都差不多了 都沒有太大的補充 好 明白 謝謝Michelle 我們剛剛又收到一條問題了 我們先看看 那就是關於 一個BIMMIC 和MIMEP 細節設計 他們想問一下 PRC 那些專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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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的支援 嗯 你的意思就是國內的 MIC 對 MIC的專家專家 哦 那他們當然有他們的支援 就是 你可以批量它 一個專家專家 或者製作者 都可以 或者製作者 都可以 那好像我剛才解釋的道理 就是 有些東西我們用建築的世界去想 覺得這樣改變應該可以的 但是人家的廠房的製作 原來 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這樣 碰一碰 搞一搞它 就整條生產線結束了 就像我剛才所說 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法呢 其實我也想分享一點點的 就是可能 上線有人來過 INOSA 那時候我在 進去介紹給你們看的 其實都有一些 深邃清或者硬利的人 都會看到 啊 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那些 櫃呢 剛才你看到那些衣� 那些呢 為什麼不頂頂呢 其實這個也是 要靠很多溝通大家 就發現原來 就是你理解一下 別人的廠房做的時候 也都 有好處的 例如說一說 你做 其實可能大家都做過裝修了 在家裡的裝修 那 它的廠的理念是一樣的 就是 有時候你設計一些東西 一些櫃的尺寸 是很不平常的 就是 那塊板突然要兩塊半 這樣 那麼它就告訴你 我要割那塊 兩塊半呢 兩塊半都好啊 兩塊半半都可以用 兩個半 兩個0.5都可以用 你突然設計 即是2.6 這樣 那6呢 切了6 那4就要丟了 這樣 那你又融不上 那麼它就告訴你 喂 你可以不可以兩塊半啊 因為我割機的時候 就是2.6和2.5 你可不可以 有空間調整啊 那這些就是 它可能在廠裡 割料 砌板的時候 它給你的意見 那剛剛我回應 就是說 那個衣櫃 為什麼不是頂天立地呢 其實就是 跟你在家裡做裝修一樣的 就是 你可能用一些 我們常識去想 就會發現 他就跟你說 如果你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衣櫃 OK的 不過他就要在房間裡 陷櫃 陷櫃 那你想不想他這樣做呢 因為為什麼他陷不了呢 就是如果你要頂天立地的話 那他搬塊板進去房間 那他要拿起的嘛 那他如果頂天立地 本身你設計是頂天立地呢 他拿不起 反不起塊板在房間的空間裡面 那你就變成要在房間裡 做櫃的模式去做 那其實就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就是為什麼余家家師可以 那些東西這麼便宜 除了他的質素 就 用那些便宜一點的板之外 其實就是他 想好這些 標準大小 做了標準 做了標準 一次過生產 很多很多很多 適合去不同地方 那才能做到真的 為什麼他的衣櫃 百多元 幾百元就有這樣的情況 那我想這個就是 有時候 去到真的 廠房 或者甚至我講的是 傢俬廠 即是 即是再後面一點的世界 整個 整個 活動最前的時候 你去了解一下 就會發現 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 節省一些 那其實我這個 真的是 實際的 就是 剛才我講到 就是 可能一開始 設計師是想著2.6的 那最終你跟他解釋了一些道理 他都不是不明白的 他都會覺得 2.5都可以的 其實我不是很執著 2.6 那你 這樣的事情之後 那就又省了錢 那整個報價又壓低了 即是沒有那麼多廢料 啊 損失 那 所以我覺得 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m 其實就是 我們 即是 contractor main contractor 是整個 施工流程的中間 其中一個 key person 上面有consultant 有client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 subcontractor supplier 那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med domain 去linkage 這件事 那就是要多一點溝通 in short 好啊 謝謝michelle 那我們收到 有一條問題 應該都是這條 最後一條 那就是關於 maintenance那方面的 東西 除了assess panel 之外 在mic design 那裡 你有沒有考慮 什麼是 for future maintenance 的呢 那是不是 跟傳統那些 building 就是rc structure 都是這樣做的呢 其實就差不多 真的 因為bd沒有特地用mic 就會放鬆了你 容易一點去過關 過一些statutory的要求 他沒有的 所以整個理念 無論是rc 和steel 都是用同一個 他們的 即是他們所說 同一個judgment 同一個背後理念 去vet整件事的 那 除了assess panel 有沒有其他設計 是特別好 for maintenance 我想 這個可能是project 一些的 就是在我這個project裡面 你看到那些批德 全部都是走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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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些resdenial 都是這樣設計的 就是 放在這邊 另外 又有一種就是 可能頭路 放在一些 我們俗稱的light well 天井地方 那 放在那些位 其實就 可能會好看 因為你遮住了 那些位是死位 但是大家可能 是行家都會明白的 即是那些位 可能窄到連吊船 都下不了 那到時搭棚 又很難搞 這些位置 其實就我想 比較按設計 的情況 去想起 究竟有沒有maintance 的好處 那整件事去看 那當然 我們as contractor 都應該 要給一些input 的 即是 除了follow 設計 設計 之外 可能有些事情想到 那也都應該要 領域的 去跟consultant 和partner 聊 即是說 你有沒有想過 接下來 擁護 接下來更換 在這個位置很難 接觸 現在我可能有棚架 或者有工具 到達 接下來到達不到 那樣 但是短片的理念 沒什麼 因為MIC而很特別 其實都是 都是一些common sense 大家去理解 整個操控器 如何運用 好 謝謝michelle 我想我們今天的運搭環節 都差不多了 那我就 再次 多謝michelle 代表香港IPM 多謝michelle 就是 說了一個這麼精彩的repanel 讓我們更加了解MIC整個的流程 那樣 那也都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也都代表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多謝michelle 和她的工程團隊 為我們在香港抗疫的一番努力 謝謝你 OK 那在完結的時候 也提醒大家 我們有一個attendant system OK 那我們之前 如果你們登入了 那現在你們也要再登入一次 那你就在之後不久 就會收到我們的CPD certificate 那如果你是一個香港IPMember 你就不需要給任何費用 你都可以拿到我們的CPD certificate 那如果你是Long members 那就有一個行政費 那就大約是50元的行政費 那你就可以發電郵給我的 OK 那我們就會再跟你說 怎樣去做這個付款的了 好 多謝michelle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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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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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